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个事 因为美国的政策是这样子的 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那么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以后 基本上在第二年的时候 都会进行一个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么一个活动 不管是共和党执政的州也好 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州也好 不管是蓝州还是红州 它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或者是过程 主要是要维持现有的状况不变 也就是说如果在有一些选区 是偏向于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的话 那就基本上最好是要求这些区不变 就是仍然让保持现状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在有的情况之下 它还不一定是保护现状 它有的时候是通过重新划分选区 来让自己的政党占有一些优势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在对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的选举的时候 让自己获得更多的选票 这个选区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一个选区划分出来以后呢 它分是国会议员的 分是这个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 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都会知道在过去的几届选举当中 大部分的选民是投给谁的 他们是两党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呢 还是相差的比较悬殊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因为在全国范围之内 以及在我们加州甚至更缩小一下 在加州的这个亚裔的选举或者是选区 对亚裔的参选人来说 到底有任何好处 还是丢失了我们原有的一些好处 没错 这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 我相信对一些新移民来说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话题 所以我们倾注了一些心血 觉得这个话题要利用今天的节目 给大家讲清楚 首先划分选区是合法的 是应该的 是必须的 因为十年人口变迁了 有移动有增加有减少 你不能一成不变 拿着过去的那个来继续的百年千年的这么走下去 所以这一个希望大家理解 没有争议 下一个问题是 每化一次可就管十年 所以这个对于选民来说格外重要 既然提到选民这两个字 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在划分选区的这个过程中 就是如果这一个选区里面的人挺多的 可是很多的人没有投票资格 这个呢就小有点遗憾了 就不怎么考虑了 有的时候是有足一的考虑 有一些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考虑 但是这个区里十个人 只有两个人有投票资格 那么他们在划分的时候 就跟隔壁的那个城市的十个人 有八个人有投票资格 这个里面的划分呢 是看有投票资格的人了 讲了这句话 那就是说如果 您只是有绿卡的话 你是中国的公民 或者是香港的 或者是当然香港也是了 现在中国的公民 但是我不知道香港的护照 跟中国大陆应该长得不一样吧 好像是一样 或者是台湾的什么 就是来自 不管你来自亚洲的柬埔寨 越南什么地方 你拿的是绿卡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划分选区的时候 你的声音就会相对来说 比较小一点 这是一个概念 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由于这个选区的划分呢 它影响未来十年的政治 尤其是刚才提到我们华人的地方 当然纽约也有这个问题 纽约的听众也要留意一下 你自己的选区 我们这很熟的 Rosemead Hambra Arcadia Roland Heights 你就讲吧 你知道吗 这个等会儿我们再接下来 一一的给大家讲 你被划到哪去了 你知道吗 这种选区就导致一些议员 州的或者国家的联邦的 要搬家 没办法 因为他被划出去了 所以先告诉大家赵美心得搬家了 这个等会儿咱们再讲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 这个严重的一个情况 因为在划分选区的过程当中 有充满了问题 大家可能问谁管啊 对不对 谁话呀 这个 我为什么听他的呀 他为什么这么话呀 他根据什么这么话呀 你要了解一下 另外的就是 Jerrymander 是怎么一回事 是怎么叫做 不公平的划分选区 就这里面玩什么猫腻 玩什么鬼把戏 在划分的时候 各党都一样啊 民主党共和党都一样 都是心怀鬼胎啊 都希望能够用田击赛马的方式 尽量的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那我们就先看 Devin Nunes 这个是加州的一个 著名的共和党的议员 是一个民主党恨之入骨的 共和党的议员 他为什么突然的宣布 明年不选了 这个跟划分选区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就从他的故事讲起 看看他退出去 他要干什么 以及为什么他决定不选 他看到了什么前景 对 他的基本盘是在加州的中部平原 就是农业区吧 他基本上在加州的中部平原农业区 有两个选区 其中一个选区是他的这个选区 所以他在过去的19年里边 一直连选连任 连选连任 一直这就19年过去 那就等于是第九届 没选必中 没选就是他有基本的这个支持 所以他这个选区 这次在划分的过程当中 要给拆散了 就把他的这个选区 划到了Fresno的这个选区里边去 就是和一部分和Fresno接近 其他的地方 当然就分到其他的周边的这个选区里边去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基本盘呢 原来要靠的那些没选必中的这些票呢 突然就给稀释掉了 因为Fresno是一个非常民主党的地方 拜登轻而易举就拿下了Fresno 对 可以说有些事情没发生 我们就知道你想让Fresno投Devon Nunes 没可能 对 他自己最清楚 所以他不干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如果要是明年要想继续竞选国会议员的话 他就得搬家 他要搬到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选区里边 这样才有优势嘛 但是问题是在加州这样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你看啊 你就算搬家了 你搬到一个共和党人多的地方吧 那地方本来就有个共和党立员呢 对 你去跟你自己的人抢什么呀 对 所以还是要平衡 你搬了以后Fresno反正已经换了 Fresno这张票还是给民主党人呢 对 对你的党有什么帮助啊 对不对 对 所以呢在好像礼拜一的时候 宣布 说是2022年的中期选举呢 他就不参加退出了 原因是他接受了另外一个邀约 就是前总统川普不是成立了一个媒体技术公司吗 对 那么这个媒体技术公司 这个总裁还是CEO啊 反正是一个高级高管吧 这个职务呢是留给他的 所以呢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了 所以在共和党内呢是一片喝彩之声 他出席这个职务 显然是得到了很多保守派的支持 但是民主党人觉得 哦 一片庆贺之声 没错 把他送走了以后 把他送走了 也是一个好事 原因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强劲的 在政治方面还是有很多人支持的这么一个 你记得那个时候弹劾川普的时候 他深夜往白宫跑啊 就是拿的很不见 那不就是他吗 对 不是那当时要调查他什么之类的 是是 泄露 把这个要弹劾他的泄露的这些弹劾文件什么的 这个条款全部泄露出去了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原来他的这个一个竞争对手 是民主党内的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经验的一个 Phil Abayo 这个人呢 他是原来的对手是Kevin Nunes 就现在突然发现选区如果一重新划分的话 他的对手已经不是这个Nunes了 已经是另外的一个人了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 当然这个选区的最后的划分还没有定稿呢 要在12月27号这就快了 快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火去火了的讲这个话题 要报告给这个上报给州务卿 那如果上报到州务卿那去基本上就批准了 所以现在开始到12月27号是叫做公众期 就是大家都可以提意见 你觉得你的这个选区划分的不公平 划分的不好 你可以提意见 看看能不能够在最后一个修改 反馈期啊 干净啊 对对 该打电话该写信 对对 就是你的这个选民啊 都有义务啊 或者说都有这个资格去进行反馈啊 你的意见什么的 最后呢 他可以做一些微调 但是大面积的改变看来是不可能 欢迎去收听由中勋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几乎是十年一次的这个重新划分选区的 这个情况 现在是在全美国各个州都在进行 那么有的州的情况呢 稍微的好一些 所谓的好一些就是基本上保持原状 但是有一些州呢 情况就比较明显 就是朝着一个政党 对一个政党有利 对另外一个政党不利的方向呢 在在迈进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原因就是说 共和党现在是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划分选区啊 在明年的其中选举当中呢 可以把国会的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的席位呢 拿下来 所以呢 有可能啊 对 而且非常有可能 因为现在的众议院是221比213 哇这简直就是几个 几个了 太微弱了 221民主党 213共和党 对8个吧 8个直差 那8个直差 你只要是导过5个来就够了 因为5个你多了以后他就少了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马上就在众议院就可以得到这个多数席次了 待会我们会说一下啊为什么会有可能他在犹他州在这个爱荷华州在这个乔治亚州都做做了哪些事情啊这个你听一听你就知道这些策略呢显然是针对明年的这个情况的那我们先还是看回到这个我们的加州来哈加州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次划分选区的这个委员会是怎么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呢是由5名之后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5名共和党人和5名民主党人他们组成然后再加上4名是5党派5党派就是政治上是属于比较中立的这个独立的这种选民啊这些选民是怎么选出来的呢大家报名你如果想要增加你要想参加到这个委员会呢你可以报名去到州务卿办公室去报名你说我想参加这个重新划分划分选区的这个委员会 从报名的这些人当中按照你的资历按照你的经验按照你的这个这种情况呢等于是选出来的 是主席呢是Kennedy啊他是一个民主党人所以你这个就没什么话说了他就说你看我是5加5加4对你还有什么话说是不是选区必须化是那你说怎么说吧对不对你相信谁啊共和党不行咱们弄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可是现在啊这个独立委员会现在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你知道现在美国的司法部正在状告德克萨斯 说这个德克萨斯啊玩这个重新划分选区的叫Jerrymander这个游戏 三言两语讲一下Jerrymander这个是一个永远没法躲过的美国政治术语 他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是马省或者是马赛诸赛州啊州长他是在18世纪啊他是17多少多少年到18多少年跨界的这么一个人啊 所以他呢就给美国政治上留下了这个名字这个人叫做Albridge Gary Albridge Gary呢他当时为了让自己当选啊拿着个笔啊在那个地图上就画了一个选区结果他就当了 当完以后呢当时呢波士顿的一个报纸啊Gazette就嘲讽他就画了一张漫画就把他画的那个选区的形状呢画成了一个爬虫 这个爬虫呢Salamander这个大家可能见过就像那个四脚蛇似的 当然比四脚蛇大啊叫中文叫熔原啊但是要说熔原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咱们就说爬虫吧 所以竭力爬虫Jerrymander呢最后就变成了叫做用不公平的手段划分选区的代名词 德克萨斯通过他的选区的划分呢结果变成了只剩下一个选区是有争议 其他的全是共和党的就是说这个德克萨斯啊这个选区画完以后他就更红了 那么当然民主党不干就告现在司法部呢就把德克萨斯给告了 那告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咱们不知道 但是呢划分选区啊这个技巧多了这个里面有packing有cracking这些英文字啊 翻译成中文就很好理解一个叫做集中选票一个叫分散选票 什么叫集中选票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啊 咱们说黑人这一个地方啊黑人比较多他们投民主党好 这样我这块地方啊也有几个黑人你那块地方也有几个黑人那第三块地方也有几个黑人没问题 我画一个选区我把这些黑人全画在一起对不对 这个就叫packing就是集中选区行了你们这地方90%投民主党得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在另外那三个地方那或者那两个地方就减少竞争了 我就把你一个党派的人我全给你归在一个地方去但是这样你知道伊利诺州发生的什么情况 伊利诺州很狠啊他的是民主党人控制州议会他画的结果是什么 他那有17个选区也就是他能出17个议员是联邦的议员 画过以后现在14个是民主党的 然后他是这么一画这就玩这个另外呢叫cracking是什么分散 怎么个分散法哦你这个地方民主党人怎么比较多是吧 我给你打散打成小块这样的话呢打成小块了以后就像那个切那个比萨饼一样 我这给你分点那给你分点这给你分点完了 对您的票不集中了你也选不出你民主党议员来 没错他在具体的例子就是在乔治亚州啊这个亚特兰大有两个选区啊 这个两个选区呢是民主党的选区所以这次重新划分的时候呢他把这两个选区并在一起了 所以这两个选区原来是产生两个民主党的议员现在并在一起一个只能产生一个 其他的那些呢分在其他的郊区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就等于是减少了一个 减少了一个名额了嘛这个在选举上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叫做集中 还有一个呢德克萨斯的那个奥斯汀啊我发现也有意思 奥斯汀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城市却有六个选区的地方 请注意不到100万他给你切成六份 切成六份以后呢他下面有个叫Travis County啊这个地方呢 你听着好玩吗投给拜登的人是多少45%的人投给拜登 这是一个就不是就是说拜登领先川普45%啊不是45%就是大幅度的领先啊 但是他不是划分了成六块吗那五块全是民主党的全是共和党的 你想想所以他就把民主党的集中在一起都给你划在一个选区 那个阎湖城犹他州的阎湖城也是这样 阎湖城是犹他州是这个保守州啊 但是阎湖城呢是比较自由的州 于是呢他把这个阎湖城这个选区趴的一下一拆为四 然后分到郊区的这个选区里头 那他的这个民主党的优势就没有了 所以呢这个就可以想象出来了 一个是集中起来我全部给你 我这个就等于是共和党的选举人啊 我就放弃了我在这个地方连广告都不做了 其他的地方我保证我的这个优势啊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吧 但是呢在划分一个选区的时候呢 他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你不能说是随心所欲的这么话啊 所以呢他基本的原则呢 一是人口要差不多 也就是说我这个选区 我不能说是民主党这个人多 我给你两百万只有一个选区 那不行 因为你整个州的这个人口要差不多 平均下来差不多才可以 但是这个人口当中还是含有选民的概念 对 不能说你这个城市十个人 那个城市十个人 但是第一个城市两个人有投票资格 另外城市八个那不行啊 对不对 第二个呢他是说要有连续性 我不能说是我这一块那一块隔着飞地 隔了三百里 我说变成一个选区 那不成啊 这个那这个太 那就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对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就变成固化了 你没有竞争了 大家都别有竞争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呢 他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我好 我这是一个选区 我这个选区 我从这头走到那头 最好不要穿过另外一个选区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 像那个八角啊什么的 像什么一个叶子 一会儿伸出来一个 一会儿缩进去一个 那中间他不是就是另外一个选区吗 他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是可以这样做 但是最好不要有 所以基本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基本的原则 可是问题有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这个 那稍待会儿 我们会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加州呢 在两三年之前吧 通过了一个叫做选举权利法 在选举权利法当中呢 有保护少数族一占多数的 这个联邦的 这个是联邦的 所以在这个划分选区的时候呢 这个原则也必须要执行的 也就是说当有一个选区里边 某一个族一的人数超过一半的时候 那这个就属于叫做少数族一代表性选区 那你在重新划分选区的时候 不能有意的把这个选区给他打散 这个广播少数族一 可以有代表性进入到国国会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次的这个选区的重新划分呢 对整个的明年的这个集中选举啊 就是国会的选举 有很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因为明年是这个国会选举 所谓国会选举 每两年一次 就是国会众议院的 这个所有的众议员 全部要重新选举 参议院是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要选举 这个是联邦级的 那么在州一级的 州的参众两院也要重新选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意义就比较重大了 据说是现在 就今天它要公布 这个就是重新划分选区的文件 礼拜五明天选举 叫做草案 草案 然后十天的这个反馈期 公众发表意见 然后27号呢 就到那个州务卿的办公室 交了以后呢 这个就算定案了 那明年的这个选举的 这个选区呢 就是按这个选区来进行划分了 那你的选票 就是按你新的这个选区 来进行划分了 据说这次的 重新划分的选区之后啊 在加州会产生 8到9个竞争比较激烈的选区 这个和其他的州不太一样 其他的州呢 是尽量的把那个 有争议的 就是说可能摇摆的 战场的选区呢 它给它 减到最低 减到最低程度 也就是说我事先基本上就知道 这是一个红色的区 那是一个蓝色的区 这个是共和党议员会获胜 那个是民主党议员会获胜 减少这个复杂 减少这个争议性 现在加州呢 反而会出现8到9个 在选举之前 谁都说不准 到底是民主党会获胜 还是共和党会获胜的 这样的摇摆区 2018 2020这两次的中期选举呢 德州决定 因为德州呢 当时有若干个选区 是叫做战斗选区 可是德州呢 他们经过这一次 重新划分了以后 变成的战斗选区 只剩一个了 所以德州反而不重要了 在明年的选举中 最重要的那个州 就是加州 首先加州的席位就比较多 那么同时呢 现在居然产生了 8到9个这样的区 那真是拼死的争夺 那我们就把目光呢 放在加州 我们纽约的听众 也可以了解一下 看到这儿的情况 因为我们既然是亚裔呢 我们就从亚裔的角度 来讲这件事情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亚裔的人 以及中港台 越南什么等 这些地方的华裔 打造了圣盖伯谷的奇迹 必须得承认 花了漫长的五十几年 尤其是华人 我们从开餐厅 开洗衣店 开这种小大小闹的生意 慢慢的越做越大 银行啊 车行啊 越做越大 到后来呢 终于在政治上就冒了 我们在盛盖伯谷的蒙特利公园市 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华人女市长陈立板弱 也是在这的第27选区产生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华裔的女性的联邦众议员 这就是国家一级的赵美新 其他人口划分啊 就是Yang Kim 我们看看他们两人为什么要搬家 对 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如果你了解南加州的情况 了解洛杉矶的情况呢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圣盖伯谷啊 这个Valley啊 它比较大 它是分东区和西区 西区这边呢 是27选区 东区那边呢 是39选区 那么在西区这边 它包括哪些地方呢 它包括蒙特利公园市啊 阿汉布拉呀 来吧 Arcadia San Gabriel San Marino Temple City 你就数吧 现在是这样子 它把这个亚裔战多数的这几个城市呢 它给拆分了 所谓的拆分就是刚才所说 中讯说的这些地方呢 是在一个选区 都是27选区 但是现在呢 这个拆分呢 它是把蒙特利公园市 阿汉布拉 以及Rosme Rosme呢 这三个城市呢 和Arcadia San Marino 什么Temple City 分开来了 它把这 刚才所说的蒙特利公园市 这个阿汉布拉呀 和西域人士 站得比较多的 那些地方 什么Botwin Park El Monte El Monte South El Monte 它把这几个呢 并在一起了 因为他们都在南的 比较靠南的地方 是吧 对 你看蒙市很难啊 对 所以当然这个是没有话说 原因就是他们也都是挨着的 不是说隔空架在一起 它是都是挨着的 但是这个对华裔的 对亚裔的 这个参选的 参选人是不太利的 原因是这样子 这个一改了以后呢 这个薛区27选区 亚裔的选民的比例 从原来的38% 一下下降到31%了 那么在亚裔下降的同时 西域的这个 就是比例就增加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 这个参选的亚裔民选的官员 可不就小吃亏一下吗 对就有一个7%的差别 这个是蛮多的 我们是说当然是美国公民了 有投票资格的人的这么一个比例 我觉得Yang Kim 金英玉更惨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赵美新 如果他多花的时间去供细语的人 他可能还不一定要搬家 你觉得呢 对 这个金英玉Yang Kim 恐怕得搬家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东盛盖博谷 东盛盖博谷 你听一听啊 Diamond Bar 对吧 这个咱们很熟这个地方 Hassanda Heights 我不知道为什么高宁对这个地方很熟了 这个Roland Heights 这不是都是很有名的地方吗 Warnet 这都是 这都划在呢 39选区了 39选区是Yang Kim 可是呢 现在这个重新划了以后啊 他把这个地方给搬到就拆了 拆到哪去了呢 拆归到了Bwenna Park和Fullerton Bwenna Park和Fullerton呢 这些地方的我们说的西域人比较多 他们就跟什么Norwalk Whitier这种的一个合并 也就是说Yang Kim 他失去了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的城市 有了 现在增加了Bwenna Park是吧 不 Bwenna Park和那个Fullerton呢 是属于Orange County的 是属于城县的 在这两个地方呢 亚裔也比较多 现在他把这两个地方 和刚才你说的什么Diamond Bar啊 Fullerton啊 给拆开了 对 把这个刚才所说的亚裔的 这个San Gabriel Valley东区的这个呢 和Whitier和那个Norwalk 并在一起 也就是说减少了一部分亚裔的选民 增加了很多的西域的选民 所以这个影响更大 这个比例你看差了多少 这个比例呢 是39选区原来是亚裔选民的比例是33% 这个重新划分一下一下就降到21%了 这个降到非常多 这个本质性的改变了 我觉得 所以这个对Yang Kim的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 他可能要 他必须搬家 我觉得 对 他可能要学西班牙语了 没有没有 因为你学什么语 你想 你想拿老莫的票有点难 在加州 所以他肯定得搬家了 那么稍等会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些经济的问题 比如说Rosemite这个地方 大家都很熟吧 它的中间收入是多少 离他不远的Simon Reno是多少 这个又对选举啊 有些什么影响 欢迎继续收听 由中旬很高 您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呢 是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个事 加州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在这次的重新划分选区的草案 公布出来之后啊 人们就发现说 有29名州的众议员和14名州参议员 以及20名联邦的国会议员 他们的住址被划在了自己的选区之外 前选区 就是前选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明年如果他们要想要继续 在自己的选区里边选举的话 搬家了 否则的话他在另外一个选区了 他要完全做不同的功课了 因为他的那个选区 也可能他已经经营很多年了 他有自己的基本的支持盘 他有支持他的这些民众的电子邮件 家庭地址 他可以寄各种各样的选举的文件 要求他们支持 你如果到了一个新的选区 你等于是和人家那个选区的 长期经营的那个人去进行竞争 反过来人家也不认识你 那个地方的人 你要重新再去做这个整个的宣传的工作等等 这个对他们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我再把东边那个事重复一下 因为刚才念了太多的名字 有点糊涂啊 我重复一遍 如果你家住在Diamond Bar Hassanda Heights Roland Heights和Walnut 过去你是第39选区 你和Bwenna Park和Fullerton是一家的 清楚了啊 但是现在上述的Diamond Bar Hassanda Heights Roland Heights Walnut 你和Bwenna Park和Fullerton分家了 这两个城市呢 后面那两个城市给你切割了 你和Norwalk和Whitier变成一个选区了 对 这个清楚了吧 对 你要知道 你的选区里再也没有Fullerton了 除非 这个比较关键 你赶紧在12月27号以前 发声 像加州 这有个什么呢 叫做加州公民从化委员会 就是刚才说的那14个人 他们这个组织 他们说民众 你们在接下来的 正在开始的 现在叫做民众反馈期啊 你们有什么意见 反馈给我们 而且这个加州公民从化委员会的委员 他们明确的说 请你们不要讲 我不喜欢你们这样话 我不要听这句话 我要说 为什么 以及你告诉我你想怎么话 知道吧 这是要求 比如说 你可以说 你住在Hacienda Heights 你说 我还希望跟Fullerton在一起 这话他就能听 知道吧 你不要说 我不喜欢你这么话 你要说你喜欢怎么话 而且你要考虑到经济的原因 这个里面也是一个不同的因素 也就是说 你必须得承认 不同收入的人 他的政治理念 还是受经济影响的 对 他在那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Rosme Rosme的家庭的 中间收入呢 是58000块钱 一个是离他不远的旁边的那个San Marino 这两个城市 基本上都是亚裔占多数的 San Marino的家庭的中间的收入呢 是16万7000块钱 差了三倍以上 你说这两个地方的这个政治理念 投票的这个根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也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在这次的重新划分选区的时候呢 显然他那个委员会里边 亚裔的代表 要么就是很少 要么就是没有 这14个人里头 要么就是没有 所以对这个拆分呢 他们也发现了 有很多的亚裔是表示不赞同的 原因就是你从文化上 你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联系上呢 等于给他割裂开来了 我们从什么 从那个Roseview走出来 我到San Gabriel去吃个饭 我到哪去看个戏 我到这个阿汉布拉去 逛个超市买个东西 我们这都是属于一个文化区的 我们都是同文同种 或者说是吃同样的东西 你突然让我去一个 西语占多数的那个地方 我既不懂他的语言 我也不知道他商店头卖的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去逛他的商店 那你帮我们画的这一个选区里头 这似乎是有点不太恰当 所以那个选举委员会的人是说 大家有意见赶快提 提了以后呢 他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呢 再适当的做一些调整 对2003年呢 一个叫做阿诺十把心格的人 走入了州长办公室 他也注意到这个情况 他就提出了叫做 重新划分选举的改革方案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耐人学位 他说按照现在的这种 你们这些政客的换法 画法是叫做政客挑选选民 对不对 他说这不对 正确的是应该选民挑选政客 对不对 所以他说这个制度是荒唐 大家估订阅